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底的话还有个移动商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第四场 第四场RNG打MVP 其实真的我还是要纠正很多观众的一个错误的概念 认为MVP是一支很弱的队伍 我觉得其实看过上个赛季的LCK的观众都懂 他们是双杀KT 这支队伍我觉得首先你要给他尊重 另外的话RNG发挥出昨天的那个水平 我觉得就能战胜他 首先你都尊重他 你不要轻敌 就是还是那句话 你不仰视你也不腐蚀 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对手来看待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当一个战略的时候 RNG的队伍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从 RNG这四个队伍来说 这次最弱的那肯定是MVP 对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最弱的不代表他不可能战胜别人 对对对 就是这个队伍MVP 我觉得和他们比他更强的三个队伍去打 都是有盛面的 他们都赢过 但我们是BO1兄弟 对不对 看发挥嘛 但是我觉得就 就像米勒刚才说的 不管怎么样 我不管对手实力之后 我只管打好我自己的 我全力打好自己的 就是RNG能打出昨天他们那种水准 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这一盘我觉得不管输一 RNG打出自己的东西 好吧 RNG要打出RNG 打出RNG的气势 没错 特别是中野啊 刚才宜在强调小虎跟香锅两个人对于RNG的重要性 是的 今天看两兄弟啊 能不能帮助RNG终结到比赛 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RNG Y4 AD也是上了Y4 然后中野这两名选手已经从当时的 青葱小江 青葱小江 现在成长为舰队的基石了 是的 这个 这两个人确实是RNG这队伍的一个舰队基石 已经两股了现在 两个队伍是分别从当时的GT和KIN 对吧 两次队伍合体而来 分别是抛弃了当时的基友 然后两个人目前来讲的话 磨合了还不错 在BP方面的话 刚才也谈到了蓝色方的一些优势 我们要好好的利用蓝色方 拿到自己的carry点 这个我觉得蓝色方还是真的帮助蛮大的 但是这个总说呢 我觉得现在RNG 他们的打法和 我觉得就是WE和OMG是偏一种打法 以AD为绝对核心 对不对 然后EDG和RNG 我觉得他们偏另外一种打法 中野核心 中野 然后整体就是偏团队运营 偏团队运营 中野核心 然后上单的话起到一个辅助团队的作用 然后下路的话是更多的为队伍去补足一些控制或者伤害 我觉得我们4G队伍出去的风格还是非常明显 不过RNG队伍我觉得他比较好一点 他的BP不太好针对 你想嘛 因为我们想到 想到什么大舅子啊想到smile贼 包括想到 打嘴女警班 对 但是RNG的话你不太好班 他的BP我觉得就风格这个教练的话 他还做的比较灵动 对 你看他经常选出这种什么摇摆人啊 这种是欺骗你 而且在蓝色方法 对 所以这场我觉得BP方面一定要做好 发挥出RNG他们英雄是比较深的一个特点 是的 那这场比赛说了BP 那微笑平时看RNG的比赛 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块 我觉得其实RNG的前期的话 就是一定要让香锅拿到他自己顺手的英雄 要针对对面的野区 让香锅自己打得开 就你会发现RNG只要赢的比赛 就是打得很轻松的比赛 只要香锅自己拿到自己熟悉的英雄 他的野区能够压 他的野区英雄能够压制到对面的野区英雄 那么这把RNG就很好的 好了 开始了 来了 来了 最关键的一场 第四场 RNG对阵MVP第四场比赛 副主之盲还是半掉 这个英雄是目前赶架RPL最怕的一支了 MVP在红色方应该也不会免俗 而且最气的是 这个英雄是不管是LMS还是RCK 用的效果都很好 用的都挺好的 对 副主之盲半掉 因为这个英雄其实打运营的话 有点过于强 是的 纯实 这样的话 女警还在场 女警的话 NG应该不会扮 可以扮 要不要扮一手这个辅助MAX的英雄 那你他的英雄其实那么诡异 你说搬谁呢 对吧 你也不好特别去 我是蛮怕他今天玩这种什么机器人啊 这种东西的 他要玩常规辅助 我倒觉得 就是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但是他要是玩那种怪英雄的话 确实挺厉害的 好 搬掉雷克赛 雷克赛 雷克赛也是比亚比较擅长的 而且我觉得是香锅不太喜欢对面 这个感觉有点想抢打野啊 会不会直接上来拿一手盲森啊 他这手如果不扮女警的话 其实我觉得 抢女警 抢女警可能会比较适合 因为Y4 其实女警用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里女警的话可能要被扮 如果被扮的话就抢打野 其实还好 OK的 打野蜘蛛跟虾子 对可以拿蜘蛛 哎呦 扮盲森了 那拿女警 你如果拿女警的话 可能MVP这里要拿蜘蛛了 哇 那个蜘蛛选不到 那是女警还是必须得拿 所以你没办法 对 因为说实话 这个女警是很适合他们队伍的一个ADC 是的 这边要拿女警 其实我觉得能拿到女警还是不错的 对 因为他选了女警 他下落能稳住一条路 而且说不定还能打出推塔上的优势 这样的话香锅还有一手九筒 MP今天不出一半的话 可能是一个艾西加蜘蛛 对 诶 诶 诺 诺 这里有香锅反正还有九筒 不着急 对 诺先给拿了 但MVP这盘会打得更加的强硬一些 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对 值得选了 那你拿一手诺的话 其实RNG下落可以去拿像布隆这样的点 要拿反手了 九筒跟布隆吧 怎么样 九筒布隆 哇 这个反手反得很过 但是伤害会不会有点 伤害会不会有点 但是女警 伤害中单可以拿飞机 但是飞机有可能拿不到 你如果你要拿的吗 女警线上配布隆 还不错 很强的一个组合 对 九筒今天拿了 因为看到选落了嘛 选落的话感觉还是要 玩这种先手找机会的能力的英雄 他真的是 抢飞机了 还不错 还不错 这个很好的弥补了 刚才MVP说的那一点 因为辅助的话我可以自己挑 对 中单的话我必须得先抢 我这个阵容需要的中单 因为其实女警这个英雄有点偏后期 中期的话需要飞机来挡住这个伤害 对 而且你说你辅助怎么办嘛 你说你搬布隆 搬塔姆 然后我甚至还可以拿捷拉 或者说卡尔玛拿出来 对不对 他是有替代品的 中单现在没什么替代品 这边他可能只会搬一手 塔姆 是吗 你我觉得布隆也要搬吧 我觉得他布隆的优先级 会高于塔姆 我也觉得布隆可能会高于塔姆 我也觉得布隆可能会高于塔姆一点 因为双一定 搬了个黄子 两个ADC的话 布隆呢 布隆对两个AC的加成 其实有点变态 就点的快嘛 对 很容易打出被动 对 其实这种飞机选的真的不错 但莱特密还有克烈鳄鱼这种选择 对 那里面可以考虑办一些中啊 办一些中单比较怕的 我说实话 他如果辅助为拿布隆这种英雄的话 上单甚至可以拿蓝博 你不觉得吧 我这个阵容没空 蓝博的话 其实莱特密的英雄是蓝博的话 他玩的稍微少一些 对 但是我就说从阵容上来说 因为你野斧已经是双前排了 其实蓝博在有了中压之后 就三个人往里出 然后给双C拉开输出距离 是很有帮助的 这一波的话我觉得辅助布隆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对 布隆是放出来了 可以拿 就目前看这个BP来说的话 我觉得RNG这个BP还OK 挺好的 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 主要是很适合他们队伍 是的 都是他们喜欢用的英雄 MVP看 这我说实话 现在从前三手来选 我觉得RNG的班P更是领先MVP的 我觉得MVP这个阵容选的有点 好偏他们队了 有点好稳啊 这个阵容 嗯 他中单 等会中单给你拿个什么奥利安娜 他就 你会觉得有点有点怪异了 对吧 辛德拉严确放出来了 这边BP有什么上单啊 BP有什么上单啊 BP有什么上单 BP有什么上单 哎 辛德拉 辛德拉 这个中单选手的辛德拉是挺厉害的 但是这边上单班的都差不多了 这一波RNG上单 不好拿啊 上单和这个辅助拿什么 先拿个布隆总归不会有错的吧 而且布隆又克辛德拉 你拿辛德拉又给了我一个选布隆的理由啊 但觉这边控制有点少 要拿点空 莱地比这盘也不好选 上单全没了 上单只有兰博 他没有卡尔玛 哇 这边要打牵扯了 拿了一个辅助卡尔 哇 那真的是没空啊 上单必须要补一些控制了 但现在上单还有什么东西控制可以补呢 我想一下 好难拿啊 这边黄子没了 黄子又被扮了 而且说空的话 其实还要不要去补一些开的能力 或者说就干脆用女性往后去拖 这手上单其实是非常 青刚引 青刚引 这个是莱特密比较喜欢用的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add有一个counter位 青刚引其实还不错 因为他两个c位都是没有位移的英雄 对 对 青刚引 add add的话有一手招牌赛恩 青刚引打赛恩的话 其实对线还好 ok的 波比 波比也是比较克制青刚引 团战作用的一个英雄啊 是的 不过这个阵容倒是 RNG的中后期能力是比较扎实的 对 这个阵容其实MVP选的我觉得 脱不进来的感觉 对 有点脱不进来 就我觉得这个阵容选的 而且他这个阵容什么 对很容易脱节 你本身就容易脱节了 我这里还有什么还有个酒桶还有卡尔玛 C位很容易变秒 一旦C位出事了就 就崩了 对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C位倒了 就有点像OMG上一场的阵容 这一切都是围绕双C来 这一把MVP的阵容其实是比较前中期的 嗯 辛德拉蜘蛛这两个点选的比较强势 在第二轮的话 RNG没有针对到燕的一个英雄池 燕这个选手的辛德拉我印象还蛮深的 这边蜘蛛跟辛德拉这两个点是RNG需要担心的点吧 但是我觉得RNG的阵容拿的不错 就对于他们喜欢用的英雄其实是OK的吧 对 拿的是比较符合RNG风格的 但整个阵容的话 双C位包括一个上单青钢羽都是比较需要经济的 所以在前期一定要注意啊 前期一定要注意 前期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嗯 而且我认为 我认为他只有辛德拉拿的不算很好 因为克制辛德拉的两个辅助全在场上 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阵容有点依赖辛德拉的舒适 这个是他的 这个是他的招牌 招牌难怪有不信 而且他跟蜘蛛两个人有联动 嗯 所以中路这里的话 小虎应该刚才看带了一个进化的 而且这边MVC这个阵容真的是压保前中期的 这个阵容打到后期的话 没办法跟RNG抗衡的 所以前中期 稳住 前中期真的要稳住 什么视野啊反蹲做做好 这盘拖到一个25分钟到30分钟之后 RNG的阵容是有绝对的伤害碾压的 其实对面这个阵容 他们在中后期的伤害能力是比较不足的 是的 辛德拉和艾希 嗯 这两个C位到后面 一个就没输出了 对 感觉MVP这盘的BP核心还是比较拼的 其实 是比较喜欢打这种前中期的节奏的阵容 所以前中期一定要注意啊 嗯 他们这把的话 MVP的下路肯定是一个偏发育的组合 然后就是靠6级之后 还兵剑找机会 然后主要还都围绕着上中野去的 主要这个中野啊 上中野其实都带节奏能力很强的 对 但是下路的话 其实如果你光带上中野节奏 下路的论对线实力 RNG这里是完爆对线的 对 余锦加卡尔玛对线太强了 对线特别特别强 几条线的对线也要打好 嗯 看一下赵世青两个雷霆 这边中野同时干客的话 哇 这一把真的是小虎能不能扛住压力了 两个雷霆这边两个嗜血 出门一级团的话大家就选择站点吧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故事 嗯 而且安正是阵容上 他们的先手能力是非常依赖Light Me 是的 这一盘因为前面几手的话 他们的控制能力都很不很不足 所以最后一手是补了一个青钢引 嗯 看一下九筒这边怎么开 不来享受一下帝王开局吗 九筒这个开局的话 帝王开吗 好像往过走了 哦 往下分掉走了 这个可以帝王开局啊 对 下落其实帮帮忙打野怪的能力很强 对 而且这边飞机一个Q 九筒一个Q 就很稳 这边也是帮助自己的打野开 没有去做干扰 哎 这个野怪好像非常给面子 嗯 偷了一下蜘蛛的实践 好 帝王开局 看初期节奏了 其实这场说实话看上去就 开始了以后还是有点紧张的 这里麻辣香锅有想法 他这边是直接打石头人的 这波的话 他有想法 他对下轮应该是有想法的感觉 但是比方这个速度能不能来得及 他必须得去蓝马夫 要板的话 九筒的话 可能去蓝马夫他就赶不上了 这边麻辣香锅这个开局 我觉得应该是想来洞下的 交闪运动 这一波过去的话 蜘蛛应该刚好打完 不过下落的这个线是有点 而且那边也放了 他这波的话看这个线的话 他应该是会刷到上面去 刷到蓝 应该会刷上去了应该 线不是很舒服 但是这边还行 伤害打出来了 打了两脚 但是最后这一下 最关键的是没有提到 刚刚那他晕到的话 可能就这波要消耗更多的水 对 其实波比现在这个版本 兑现能力真的很弱 哇 比奥这边反而是过来了 这边要注意啊 但是已经放眼了 已经放眼了 这边看到了 这边看到了 还这样往后走的话 九筒要不要过来支援一下 冰箱很多 九筒没有来 九筒没有来 蜘蛛这里的话 也很支去的走掉了 这边眼尾放到哪里了 你说谁的眼尾 RNG的眼尾 刚还没注意到 好 现在放 刚才好像是没有眼尾 刚才是肉身看到的 刚才好像是凯尔玛肉身看到的 其实还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你看 我蜘蛛我现在走 你们俩不走 好像就觉得我知道你来 然后这时候 他可能觉得有阴谋 你知道吗 对对 这个就是什么 Think Level 就你觉得我又没有在蹲你啊 是的 马拉雅那边等级得提一下 蜘蛛的等级有点高 中路的话前期推线 飞机是推不过的 嗯 但是飞机也不太会漏刀 飞机卡刀的能力还比较强 这边上路的话 莱特命还是打的比较凶 但这波的话可能要被打一套 哇 有点痛 捕刀方面的话 波比好像也是比较领先一点 而且这边药的话 波比还有两层 上路的对线感觉 上路这波消耗 哇 对线情况其实不容乐观啊 上路又打回来了 上路又打回来了 雪线又打回来了 但是落后一瓶药 中上两条线的对线 现在有一点点被动 是的 而且马拉雅那边的等级 看一下到四级了 上路想抓波比的话 其实挺难的 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 帮上路打开局面 这波这个线 而且后面这都是支援不到的 这波好像有点机会 有机会吗 可以尝试打技能 莱特命先挂一个减速 可以打呀这一波 这波可以打 这波是可以打的 看莱特命在 他可能就觉得波比这波好像有点问题 我觉得还是忌惮蜘蛛啊 但是从上帝视角确实看到蜘蛛是不在的 这波可惜了 就这波如果打起来的话 他们波比第一时间肯定是不会死的 如果说蜘蛛反弄到的话 这边有点难打 蜘蛛反弄到就崩了这波 就崩了这波 因为那边兵线非常多 对 所以这波的话可能也是 真的是忌惮蜘蛛 就是被气势吓到了 想求稳吧 我觉得也没什么过 波比那个走位 这看起来有点太凶了 我觉得 那这样的话蜘蛛的发育 稍微浪费了点时间 不过这边中路 中路看一下 这种压力一波 还好这边是没有到六 蜘蛛这边可能要来补线了吗 还是没有 飞机继续回线 两边的经济差 在对线的时候 是打了出来一点 而且下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制 对 主要是上路吧 上路这里轻航营打波比很难受 四级打五级啊 这一波香锅要小心 这一波谁交过来 这里还好现在他没六 马拉香锅这边怎么处理 这一波闪现得交了 这一波闪现得交了 这边还要来吗 闪现咬一口再打一套 完了普攻跟上 这一波打得有点 他其实也没有想到 这个小猪猪会挡到他的那个意 他肯定是第一时间 不想浪费那个闪现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一波 其实还是小虎的状态太差了 这一波是没有办法帮 帮助这边打边的 刚才那一波真的是有点摊线了 我觉得 你给九总吃完这波线 小虎先回家补会好很多 因为这一波小 他们知道小虎没状态 就完全无视他了 对 这一波真的是有点摊线了 对线有点崩 对线有点崩 这个对线局面是最不想见到那种 而且下路也没有打出很大的优势 没打出优势 下路完全没打出优势 小虎这边对线情况很不用乐观 这边是被压了20道了 而且这个优势可能会继续扩大 就早点回去那什么吧 这个香锅是帮小虎稍微卡一下线 其实下路对线的话 耗AD其实是比较难耗的 耗辅助比较好一点 对 辅助走位比较会靠前 而且他本身也不是一个远程 AD那个多蓝盾加四血 这个天赋回血太恶心了 对的 AD是出到一个忍者足距 这样的话轻微营打他很难受 很难受 这个我觉得两个人是不好杀的 其实 杀不掉 杀不掉 完全杀不掉 波比一边还有大招 这里现在动上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飞机来 飞机来会不会不一样 但是飞机这波是没有炸小包 有六级 他这波可能要强动了 必须要帮波比了 此时不动更在核实 这边给大招了 AD 第一时间香锅被垂飞 大家看飞机的伤害 飞机这边伤害应该是有了 闪现过来 打一下Q技能跟到 还差一个R 闪现蜘蛛 蜘蛛来的有点慢 蜘蛛这波是没有选择蜘蛛 蜘蛛这一波第一时间在打自己的野军 小虎这个位置 还行 但是中路这个塔 丢了一大步兵 而且塔要掉了 这一波不转 中路塔掉的话就不转 女艇过来还可以啊 女艇这一波很灵性 女艇这波即时补塔 即时补线过来 这波还好蜘蛛没有来 我都以为这波蜘蛛会支援过来 蜘蛛支援过来 就收头了 非常危险 这波就特别亏了 其实这波真的是抓波比 非常非常危险 还好结局可以接受 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下路 把飞机放到下路去 蜘蛛刚才是摊了一下自己的等级 不过他的等级确实高啊 这兄弟怎么七级了 很可怕 八强里边是刚刚到六 不过这波帮蜘蛛拿到一些优势 还是有价值的 而且人头还是给到了中路的小虎 很好地补了一下 他初期被压了一些高 对 蜘蛛这盘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开团单带全得他一个人来 是的 这边双路还是换了下来 中路飞机出了个小魔炕 要去和蜘蛛最高 蜘蛛的补到好恐怖啊 大事了 这盘真的恐怖 觉得还是得办这兄弟的进攻 招牌一球 这家蜘蛛蜘蛛是挺厉害的 这个眼位是放的比较深的一个线上眼 看一下这里 要做入侵 上野一波入侵 准备过来反蓝 这个时间点卡得非常的好 节奏很不错 嗯 节奏很好 这里LNG的话是要打自己的红 这样的话小虎第一个蓝又没了 而且现在最气的是什么 下路女警这条线没有打出塔雪南行的优势 而且刚才那波转中路 反而让自己的防御塔被消耗了一大多 是的 就正常来讲的话 下路这个组合是肯定要稍微打出一点补招的压制 嗯 今天补招还是有点小压制的 小虎这边的反应挺快的 但能不能来得及 我们看一下应该有了 陈界有 小虎这边是直接交了自己的W OK 这个蓝应该是可以反下来 那这样的话两边中单都没有蓝 还算不错的一个局面 下路现在可以开始压线了 下路塔的血量有点多呀 这一波有没有易闪 好像闪掉了 这边想找机会 想找机会 但是这个星达拉带了个治疗数 伤害我估计还是有点不够 就算完美控的 对主要没有硬控 而且这边飞机没蓝了 还是不能上 上路又再次被压制打 而且这一边我们看到清亮影直接做了个耀光 而且补刀上面的话也是追回来了 还不错 就是中路现在补刀和打野上的刷刀有很大的差距吧 哇这个打野真的真的能刷 现在经济就是集中在中野上面 中野现在经济差太多了 因为RNG的前期的中野太想去做事情 导致自己的发育很差 而Beyond跟那个燕两个人 其实就是完全专注自己的发育 打线上打压制 对他们这盘就是打线上的 前面这个蜘蛛也没有去过上路和下路 就是一直在刷野外 他这个蜘蛛真的就没有干渴 他就是在疯狂的刷 他只保证自己的发育和中单的发育 他别的不管 因为他知道他中路能压制对面这个飞机 他只要保证他们中路安全的能压制就OK了 是的 前期的烈士 但是RNG这个阵容在中后期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说实话这个烈士也没有到多大 对吧 现在来讲的话十分钟几百块的一个经济烈士 而且飞机的话中期是很有偷发育的空间的 飞机等级高的这个英雄其实是压不住的 对 前期比较容易被压 前期容易被压 这边先照一下 照到了 现在主要是担心的是个等级差 现在等级差体现出来了 RNP的中野等级是领先一级 这个等级差就意味着 现在RNG不能跟对方接中野团 现在主要对面中野参加一定要走 那这个应该是没了 这里走不了的话就要死了 您这一波 下面是没有视野看 没有视野看不到那个大道 如果有视野应该会闪现的 对的 这个中野其实现在作战能力是有差距的 这应该想应一波比较的反应很好 因为看到飞机没有上线 这边反应真的快 直接往后拉了一下 哎 被晕到了 这一波还是有点痛的 这雷燕这个胆子有点大 但是伤害够不够 差一点 伤害不够 有了有了 一把大胆弹接下一下普攻 漂亮 这波很关键 非常关键 哇 这个真的是只有麻辣香果敢做的一闪啊 哎 这种就应该这样 真的不能节奏停下来的 今天感觉 麻辣香果这两波干客 一波上路一波中路 其实都非常的勉强 这波如果帮不到飞机的话 哎 上路这里 有没有机会 有大招 有大招 就香果在往上跑 看到有了感觉 哎 这边伤心 哎呀 被吹飞了 没办法 这是波比啊 但是你想回家 不让你回 先打断一下再说 这波没有闪现 但是这洛这些人直接开大招 哎 这边直接开G 帮忙挡一下 下路的话 RNG也是给出一些压力 是的 这波击杀西能他非常非常关键 哎 这波过来要硬拼 哎 你拼什么 就爱西好跳 但是这边是上野要注意 上野的话 听刚营 波比踢了过来 波比到后面 哎 先动蜘蛛 没有 往后走 这边就有人来帮忙的 哎 滴滴 这里想用自己的W 他这波相关被卖了等于 对 相关被卖了 他们第一时间肯定的想秒这个蜘蛛 结果好像就突然怂了一下 莱特密 哎 其实像这一波 赖密如果说交际能跑的话 配合闪现是有机会跑的 其实这波他们如果说能晕到这个蜘蛛 其实第一时间是能秒他的 蜘蛛很脆的 对 这波ADD刚才是想开W 来打断莱特密的一个1 但是还好莱特密这边跑了 莱特密这边是千万不能死的 还好 这一波的话 哎 看一下 星达拉过来 但是只有飞机一个人 拿这个星达拉没什么办法 还是有等级优势 这个等级优势还是要弥补回来 但是飞机现在两个头还可以 发育上面是不足了 波比这个时候是动了一下 这边要小心啊 小伙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危险 有点危险 有危险 有危险 这边要看了 要走了 直接交闪现 非常漂亮 但是这波塔还没了 哇 这里是一个连环控啊 配合下路的一个同时的水晶键 现在MVP的节奏有点起来了 主要是中塔掉了 还是中野太强了 现在MVP的中野太强势了 下路 如果你说你中野解放出来的话 这个星达拉可能要开始带节奏了 还得再载一波这个星达拉 星达拉这个点一定要制他呀 是的 而且下路的话 RNG虽然是有补到的优势 但是没有推掉的对方的塔 这个塔一直在这边将来也挺难受的 现在能推一个塔就好了 现在能推一个塔就好了 开始被慢慢往大拉了 现在一定要推塔找机会 反应很快 反应很快 这个反应特别快 现在这个局面不太好说 现在局面是MVP优势 小虎这边点到蓝 太长了这盘小虎 这把我觉得安置的话就拖把做视野 保证自己别被对面抓吧 因为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偏后期的 这个阵容后期 中后期很强 这个塔应该有了 双C后期特别强 这个塔应该有 应该是有 这个塔应该是有了 距离的话是赶不上了 这把应该是放弃这个塔了 这边把塔推了赶紧去上路 把先换回来 对 因为现在女警在打AC 这个组合还是对先有优势的 这把女警拿出来 现在总算有一些的作用了 对 把塔推了 这波其实等于是双路路的压制推塔 对 这样的话经济没有被进一步的拉开 现在一个是保自己的塔 另外的话跟对方换 那现在怎么说呢 就是中单这个点 他中塔犹豫没了 这个点是不是要稍微保护一下 你看自己的红MV也许都没有视野 现在视野的话 反正在这里做的蓝Buff是做了一些 还不错吧 因为现在MVP的视野也没有特别的厉害 第二轮的视野应该马上也补过来 哎 上塔掉的有点快啊 这边得赶紧过来 现在女警第一波回家的装备也是非常不错 有作战能力 蜘蛛是往上路赶 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而在中路的话飞机继续发炎 哎 这几个人帮过来 没有 他应该是掩护蜘蛛把这个视野拍掉 对 他只是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这波是爆团推上了 直接爆团推 因为今天塔的血线已经不高了 是的 这两波爆团推塔让RNG防守上面好吃亏啊 还是中野 主要还是中路打不过对线 说实话 中路如果说对线有主动权的话 他们塔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这个中野现在打得太凶了 对 飞机三向了 还可以 三上的话就还不错 我觉得现在得一个人有声音 Let me Let me这个点的话一定要有一些的 作为 有点机会 对 因为现在RNG其实整个局面是非常僵硬的 中野也是RNG的一个强势 就是他们的整个的队伍里面的一个强势点 但是这盘中野也是被对方压制了 所以现在需要另外一个点站出来 来自里面这盘的青刚已经很关键 Let me这个刚自己交到闪现吗 对 刚找到闪现 左上角可以看到 对啊 这次应该是被波比掀手了一波 这边小龙这个落也不太现实嘛 来小龙这边要打吗 烧害其实不太够啊 一个女警 这里像我 这一波只要不死人就行了 不过还可以啊 这边是B掉了一个 这边是B掉了AD的闪现 哎 这里的波比是不是有点迷路了 这边可以收他 有没有 有没有大招 大招大过来了 但是伤害 伤害不够啊 伤害先练一下 AD这边也是有一个闪现的 这边给一个大招 狙击给到 有了 蓝天明这边继续跟 想减速 哎呀 差一点一个W 一个E关继续粘住他 漂亮 蓝天明这个时候总算有声音了 拿到一个人头 这一波的话 蓝Muff虽然被基础仿下来了 啥一个人好呢 但是这条土龙有没有机会 这条土龙 看一下RNG这边的技能交得怎么样 哇 新能拉现在太可怕了 新能拉太可怕了 新能拉太可怕了 这个对面的这个中也是真的猛现在 不过这个波比肉起来的话 中期有点 好难追啊 这波差点给他跑掉了 这波跑掉的话 真的是血亏 不过好在RNG就是该肥的点 还多有人头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女性本篮球补刀和塔的经济 然后上路有人头 中路有人头 我觉得还是有后期的资本 但是小龙不能这么让啊 回血了 这是自家兄弟 RNG可能觉得这个小龙第一条是土龙 可能对他们来说 不是特别需要争夺吧 我觉得这个土龙 还想往后拖 倒是可以让嘛 这个土龙 因为我能守住塔就行了 对 现在RNG就千万不能被MH抓到那种 特别致命的机会 把这个经济瞬间滚大 是的 其实现在这个经济 只要维持在2-3K的这个区间内 后期就有资本 对 可以接受 你打到30分钟 我是可以跟你一战的 是的 ADD这边又来了 要动马上锅吗 后面有人 这边先打一波 飞机也在侧翼掩护 而且飞机现在的装备 还没有回家更新过 是的 他上海是有很多钱的 LATME LATME这个点还是要给压力 继续在下路继续带 LATME这个点非常关键啊 就是这种小抱团 哇真的是 傻鼓先锋 傻鼓先锋 傻鼓先锋的话 能不能稍微骚扰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傻鼓先锋不能轻易让吗 这个轻易让是 可能是他们滚大优势的一个钥匙 就不敢出来 因为你 就其实现在就是女警啊 包括飞机 现在还是 还是需要点装备 飞机这波刚刚回家 跟你说自己的法穿鞋 他觉得这波接团 接不起伤害不够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 真的把镜头全部给LATME LATME现在能拖多久 让MVP的进攻节奏受阻 我不求说LATME这盘 能单杀对方的这个上单 或者就拖住他 拖到一个30分钟左右 对吧 就让对面会来牵制他 就是让他觉得他是个隐患 对 你吸引MVP一到两个人去管 管这个青钢银 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这样的队友的话 就有时间去发育 所以这把LATME真的很关键 其实来看的话 RNT这边几个点发育都挺好的 RNT现在其实我感觉 他们其实思路也比较明确 对 我现在只想打钱 我不是能抓你单 我绝对不会跟你结团 这边 对 就欺负他 就欺负他 这波可以 这边麻辣香锅在绕 这波ADD是没有闪现的 这边可以直接炸 看一下这里怎么说 炸一下 炸到塔坯子上 继续追 这波应该是有了 没有问题 这边人头继续给LATME 人头没有了 应该还是死了 运气在这跑不掉了 能给他 还行吧 这边ADC再拿一个人头 就是LATME的一个作用 一定要把他这个点打出来 不过说实话 几个人抓ADD的话有点伤 都是AD 一个忍者鞋 打起来好累 其实这样也还好 没关系 就跟你换 因为我跟他换人头 我能拖时间 我拖时间就行了 我是这么觉得 而且你那头还能补充我的发育 对 转肯定是转的 就总比对面来抓我 我跑好 我抓你的话 我来主动打 千万不要被动 而且MVP他们 其实打到现在 我觉得他们的节奏 也不是特别快 我感觉不快 他相较于SKT 跟KT这种顶尖队伍 他们处理优势局 你看他们 其实是有点破绽的 我觉得这些破绽 包括这边ADD的 这波比的走位 一定要多抓住 多抓几次 对 其实他们真的是 这种顶尖的队伍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差距的 是的 一定要多抓他们这种破绽 这边下路下午前锋 你看 这边也可以自己 轻松的处理掉 没关系 来 你SOLO一下 对 小熊会有点皮啊 哈哈 听你两脚 这波要注意 看一下 反应够不够 反应应该是够的 发现了 看到了 看到你还要打吗 看香锅 看一下两千雪 我们能抢到 一千雪一千雪 差一点点 但这波能打吗 应该是能打到飞机的扎哥 来这边有没有打招 打了他打出来 打招没有打出来 自己被秒了 但是飞机的伤害 这够刚刚飞机也俯冲过来 继续跟这边走拼 一个一级的是推到飞机 飞机得撤 这一波蓝蜜大招没开出来 太伤了 这波蓝蜜用大招开出来 被波比怼墙了 被波比 波比先放W 把他在空中打 对了然后又被他怼了一下墙 哇 可惜了 这波就是抢大龙 跟放大招能做到一个 我看一下 其实这波都可以接受啊 差一点点 曾早了 没抢到 没抢到 小虎的伤害打得非常的足 我就可惜没有控制 但这一把 被W跟E 我觉得可以先盖大招的 其实 他就E的空中被打到 对的 其实那两个技能可以 这波大招盖住的话 最少要多四两个 对 我觉得先盖大招好一点 哇 这波可惜了呀 很关键 这波真的很关键 MVP其实前面截斗 有点被拖住了 而且他们那波打大龙 是有点没办法了 拼的 他们有点拼的 但是说实话 这一波打大龙的话 MVP的指挥很到位 其实拼赢了嘛 就是 他们不打这个大龙 他们感觉就会被RNG拖住了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这条大龙MVP 可能会把经济的差距 拉开到4000左右 这个感觉要掉 最少掉两座塔 两到三座塔 但是现在你看 这个RNG AD 已经有了两件套 两件套 是不是可以考虑 他这条火龙和对面接一波 这波有大龙BUFF 估计还能干接一波 主要是冰线 就Line Me前面是有带线优势的 但是对方有大龙之后 这边冰线带不出去了 只要没冰线的话 这条火龙还是不好打 Line Me这个 只是说什么时候能做出来 这应该是快有钱了 有炸药包 又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波比怎么这么皮 弄他这边 垂飞了一个飞机 飞机是主要伤害点 这边再给打不了 应该是不够了 Q应该马上好了 一件是没有中 哇 这几个大招垂的确实是准 他每波都能垂到的 对 大招垂的确实是准 不过这个飞机确实给机会 我认着说 这个飞机其实几波 他的那种 波比 波比 他几波那个出现的时机 我觉得都挺给机会的 多抓他几次他就知道错了 而且我觉得不杀他 把他打残了回去 对对方的进攻节奏 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波比 我觉得还是要多搞他几次 而且现在的话 RNG的只要拖住 好吧 只要拖住 飞机回家又是暴风大剑 加一个875 等着小虎这边的无尽做出来 这是要直接出水银吗 两兄弟 只要火龙提前落位了 火龙可能不太好振动 现在兵线不好打 兵线不好推 小虎刚才如果能抢到龙的话 就有了呀 真的就有了 但是抢龙这个东西 确实是运气 运气 抢不到也不能说什么 先把这边你的挡住了 能不能推中路 中塔可以推啊 对对对 这边直接转到中路 中路可以给点压力的 给点压力 小虎一个人推就可以了 他们这波是准备让了中塔 然后拿火龙 火大火龙 但这一波的话直接 哎 看到你中路出现了 下路过来要抢 要抢 炸一下 可以抢了 而且比较的这边 血量很低 这一波可以 很冷静 很冷静 真的很冷静 如果这波上头杀这个蜘蛛 可能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因为面齐特拉已经来了 这边如果被遇到人的话 可能要解缘 这波其实目的很明显 抢到火龙这波就OK 火龙很冷静很冷静 很冷静 MAP这个大龙拿的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对 而且MAP他拿起来大龙 他是牺牲大龙buff的时间 去拿起来火龙的 其实你看他们这几分钟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 就推了下落一座外套 这个完全可以接受 等于说把大龙的这个被动局面 是拉回来非常多啊 而且现在真的女警水银有了 这一波打完的话飞机 还是香锅 香锅这边要注意 这边完了香锅没有闪现 要注意一下 但是队友马上赶过来 有机会 衝接 你推过来了兄弟 舒服 这边蓝buff再拿下来 MAP现在有点着急了 他们这个大龙毛都没干 现在RG就守自己的二塔就可以了 守住 现在飞机加女警守坛 你没大龙buff你是很难推过来的 我只要不出失误 在外面死了 你想推我的塔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我觉得现在防一手 就防一手 博弊的闪现怼人 关键C位 还有这个路的闪现开团 这两种防押就可以了 火龙要反打吗 还是算了 我下你一下嘛 这波因为那个 MAP没有大龙buff了 对 这过RNG可能要抱团推一下 你看这个大龙buff没有 Lightme这边也是可以把兵线带过去 因为这个综艺塔 其实血量不多 是可以动一下的 而且好消息 下一波又是一条火龙 那下一波RNG的时间就来了 阵容的优势器就来了 现在得等这个小虎的水银到 上路 上路防一台被兵摸掉了 小虎有水银 两个C位都是闪现 这里就不要犯错 闪现先交了 这一波 这一波不应该 这一波先就闪就跑了 他是W直接怼到了飞机 这个FORBY的W时间 就是放的非常好 这兄弟的W放的是真的好 这一波为什么会突然在那个位置 我也没想到 常是处理的 他下了个兵器 还是做了个事也没看到 他可能是想来等一下 这个来收线的艾瑟 阴他一波 可能 不过这一波的话 就是一个大人头 对局面来讲的话 影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吧 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有的 我觉得影响很大 不能死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大人头 这是一个301的飞机 就是飞机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只要对面不来搞 我就打钱 就是就行了 没有别的事 你打钱不要想搞事 有点贪 就你最起码三件套四件套 你四件套的时候 你对面的C位 就没有人敢跟你搞事了 对对对 这一波稍微有一点伤 要稳住啊 还行吧 地属资源没有被掠夺太多 但是地图现在全黑 现在把视野得做一下 现在地图全黑 有点不过去 马拉香锅这边 看到了 应该有看到影子吧 嗯 想过来返回 这边两边都心知肚明 看下这边要不要打 这个时候RNG RNG已经有转捕了 已经有一战之力了 我觉得 不打不打 要稳一下 现在的话还是差 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 就别急 就法语 我觉得也是 只要你不来搞我 我就不急 你总共要亏限了嘛 你推过来限 我双子一路去收 而且就是你要知道 MVP这个阵容 他们肯定要速战速决 如果说你一级的话 你可能会有失误来给我抓 这个时候就是RNG 反扑的时候 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 马上是大龙刷新了 这段时间是千万不能犯错的 对 这一条大龙再丢的话 我觉得MVP就不会放 像一条大龙那样 现在的话我觉得 也有小的轻语了 这队友就是RNG的五个人 要稍微抱下小船 就一起做下视野 对一定要把视野做出去 对 视野要抢后 要把大龙刷得太难受 现在是把红buff的野区抢后 但是现在问题是大龙的视野 但是飞机自己有进化的情况之下 这件装备还是选择出一个水银 其实我觉得先做火炮 或者电刀会不会好一点 对他有进化的话 其实没必要出两个进化 有点稍微有点 对他这样的话 等于把自己的速度 中塔有机会 中塔可以拿了 经济进一步的 这个时候就是经济咬死 就是咬死 这时候一个塔真的很关键 其实你看从10分钟到30分钟快到了 经济都没有别拉开 而且现在什么 还有个好消息 他们抱团拿完中塔 知道MVP其他人的位置 大龙市也有了 这个时候大龙市也可以做一波 而且飞机有火 这边没进来搜 这个针椅还是挺刁钻的 挺刁钻的 这边清光影回家聚酒 不过这个聚酒出的好嘛 刚才一直没有钱给来那边去打 装备没有想象那么肥吧 是的 因为这里确实 团队的经济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女警现在成长起来了 但是艾希也三件套了 嗯 我也是觉得其实 小虎可能这个时候来个火炮 输出会比较好 他这样的话 其实飞机半个小时 这个装备其实输出一般吧 只能说还可以 不能说特别爆炸 特别爆炸 而且他们这一把的话 其实是要解决好前排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们这边 你看西德拉这个点 因为西德拉这个点 所以你没有布隆去保护 就你只能往后撤着去打 被西德拉打出爆发的话 其实是很可怕的 看一下西德拉的钱 经济上面还是小虎领先 因为人头拿的比较多 AD上面也是RG领先 哪一条 只有达野位 达野位这个蜘蛛刷的 真的是太可怕了 但蜘蛛的人头 有点泡沫的 这边闪开 闪开 闪现的西德拉 可以可以 这一波一个一层 下掉一个闪 这边的话继续给兵线的压力 下路的话可以去人带 马上马上 下路去个人 还是大龙要批 下路轻刚硬我觉得可以去啊 但飞机现在状态不满 这边 放了个针炎要往后撤 哇很想打 还好有帅子妈的加速 卡尔玛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这边轻刚硬得去下路处理一下兵线啊 处理一下兵线 然后顺便可以去偷一下这条火龙 不用管 这边只要把兵线带过去 让对方 不会铁头继续秒开吧 但是MVP秒大了 要小心 要小心 对方还有一条土龙的 在这里蹲 西德拉这个球暴露了 他们还没有打 马达香果这边有点危险 看一下这里 香果能不能跑掉 直接被秒了 马达香果也换掉 这个时候青钢椅 青钢椅 青钢椅来了 有没有 可以 又逼了个闪现 这个时候把视野排掉 把视野排掉 打野死了要小心啊 这个时候可能对方 如果状态太好的话 可能还会搞这个龙 这个时候要小心 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个时候青钢椅还有大招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笃定的去拿这条龙 来 在这边可以再踹两脚 踢两脚你不过分吧 不过分不过分 这边可以走 小心点不要被怼强就可以了 这边要小心 对一技能不交就可以了 你怼我没关系 你杀不了我就可以了 这个杰箭截到 没关系 这边可以 还好飞机的旁边可以后撤了 这个时候拖住了 拖住了这个时间 而且九筒要复活了 这一波大龙士也抢回来 可以去拿 其实这一波我觉得打得非常的好 这波很好 就MVPC这波非常的强 因为他们都是双C三件套 对 而且这波上波是被先手的情况下 是直接 把落给秒 直接过来先手 就直接被飞机的爆发 相过这一波还有闪现 反观 MVP这边大部分的闪现都交掉了 这一波过来抱团的话是可以打的 这条火龙很关系 但是打不了 打得太快了 对方打得确实比较快 其实我觉得RNG这一波 可以快一点集合到这里 就之前他们不回家 直接去火龙 往那边靠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对 我也觉得是 因为你想看 刚才是什么 中单是把闪现逼掉了 其实金刚颖这个时候 有一手直接开他的 因为那个时候RNG四个人状态 其实是满的 开龙吗 还是要在这里一波 也是想做埋伏 也是想做埋伏 但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过来了 洛 洛这个点能不能翻 放了一个眼 今天也知道你没打了 把这个碳桥骨骑罩掉了 现在就是一定要抓失误啊 失误千万不能翻 现在我们看来非常的紧张 现在RNG已经开始主动去和你去做这种满足了 现在MP的就是RNG的双C位 其实装备很夸张了 你刚看那个洛是一秒终于死的 对 现在女警 女警发育很好 对 双C位伤害非常的高 现在只要把局面捆住 千万不要犯失误给对方拿大龙就可以了 但大龙这边又去了 这帮人大龙又去出视野了 只要对方敢打 我愿意跟你打5v5的大龙团 但是就是不能少人 一定不能少人 波比现在的话装备上很肉 这个波比就是个肉 很肉 但是这个波比最后盘还是有杀伤力的 就是最弃的 他主要打团就是那个W还有B东 这边MVP多人全部回程 波比往下走 波比在下落 我觉得飞机是可以去和波比打对线的 下落是可以把波比乱过轻易上 现在青刚也没TP了 这个是蛮伤的 现在要等Let me的TP 而且现在飞机身上应该是 已经已经是有点钱的了 可以先回家 做个黄插嘛对不对 但其实你看现在 就是MVP和RNG的双C比的话 其实MVP的双C输出更暴障 对 装备太好了 这边要开 因为这边是没有闪现的一个新的拉 刚才的话感觉开新的拉 队友有点跟不上 而且队友如果跟的话会形成一条直线 下路要去人了 这边不能给波比白拿塔 下路赶紧过去人 去了去了 青刚已经在路上了 这边RNG的话要小心对方的这种分推 现在TP的话还没好 这边可以拖一下 不知道对面有没有GTP的时间 这边放一个蜘蛛摊下路 这蜘蛛很抖 不过来 下路青刚营开始追 这波 没有酒桶 没有酒桶 但是下路青刚营已经在开始追一个波比了 追着你追 对 这边就是给他压力就可以了 AD这边白摇一个打招 要消 逼了闪 逼闪 逼闪现可以的 可以的闪现过来 还要追 给一个打招 阿德鱼打出来 你出不去 肥皂肥皂不要让他捡 这边闪现还是着急了 其实我觉得Let me 这一波还是比较冷静的 没有上去硬钢 如果刚才被射到的话 可能这边能不能反打 酒桶在旁边 这边照了一下四个的位置都已经清晰可见 这波酒桶的位置好像还不错 可以看到 女警三环 漂亮 你们准逃 现在都快了 这边周杜云正亡 不过没有关系 但是女警倒了 太可惜了 现在上很高 现在上很高 这边差一下 打到 还不错 终结掉这一波 这波真的没太好 这波真的没太好 这波爱西的伤害那么高 阵型分开了 而且爱西伤害太高了 爱西伤害太高了 这边是直接把女警点子了 刚才应该是跟女警是皇城PK 应该是女警没见过 这波可惜了 这波本来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 其实我觉得女警没必要去和爱西皇城PK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波已经先手杀了一个中单 是可以拿大龙的时候 这个时候女警要往后去 我们看一下这波的机场回放 这波九桶的千里算花太漂亮了 对的 这边都特意过去了 可惜就这边Y4有点 她是怎么死的 我看一下 大招扔出来 Y4是被爱西点死的 应该 被波比拉了一下 然后被那个曼 然后爱西长点死了 阵型直接被分割了 她是被洛和波比控到 你看她的治疗就差 她的治疗就差两秒钟 是的 这波有治疗的话可以跑 但这一波的话 可惜了 这一波我说实话 以阵容来说 只要打个换人头 我觉得交换是没有越上 因为你看蜘蛛是个大人头 火炮了火炮了 这一波火炮了 火炮很关键 现在要进入到RNG的强势期了 强势期了 而且这一波就像米勒刚才说的 蜘蛛是个大人头 这波交换不可谓不接受 对对 因为蜘蛛的经济 它是泡沫经济 它拿那么多头 拿那么多经济领先没用的 它的作用其实还不如酒桶呢 但是现在真的要小心 小心点一个点就是团战里面 刚才说到了波比和洛这两个 双C倍现在千万不能犯错 双C倍特别是女警这边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被秒 我觉得卡尔玛这个时候要围绕着女警走 对 这个时候他就 全力要保女警 对他也突不进去对吧 突进去的工作 我觉得交给Lenemy 和这边的马拉香锅 其实现在女警跟飞机的持续伤害能力 已经被MVP真的强了 是的 MVP他们其实就是打一个爆发 他们的一轮打掉 他们的一轮打掉 就会陷入一个空档期 而且我说实话 韩国的艾西啊 他们在团队里制造伤害能力真的好强 就他们能知道什么时候能A 对很猥琐 超级猥琐 这波女警出了银血这样 我这团单说实话有点 有点难受 艾西出了银血 艾西出了银血 这一波的话 就这两个人你必须要去秒一个了 但是你秒掉 如果说你秒掉 辛德拉队队友阵型不太好 没关系 现在青钢继续带 Y4这边不要被开就行了 Y4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一定要注意啊 大团不能失误啊 因为失误一波的话 会不会 这里溜溜溜 牵扯住 青钢要通关了 这边波比回不回 还不回 青钢你踹他的塔就可以了 可以 这边的话波比还没有闪现 二塔应该有了 二塔应该有了 这一波飞机是不是要过去再干扰一下 可以 可以再骚扰一下吗 没关系 对 现在球本没主 二塔有了 二塔有了 现在的话RNG完全有机会跟对方正面一战 但说实话 现在正面打团的话 MVP还是有机会打赢 而且 小心就可以了 正面我觉得最多 RNG是个六四台 RNG战六 其实RNG想赢的团很简单 只要双C位完美开到一个 先把他秒了 这团的胜率就高很多 然后自己的双C位要保护好 千万不能备上 艾西辛德拉几种 把跟你C位换掉 我觉得论打残局的话 其实蜘蛛加波比真的很强 是的 这两个人真的很强 一个巨肉一个输出巨高 马拉乡的位置好像没有被对方看到 这波好像有 有点 还是没有 现在RNG的话 其实他们也很抖 我只要等你拖下去就可以了 这一波 这边感觉想开了 但是 没有没有 队友不在 队友不在 队友在的话就开起来 确实女体这个ATC很难跟上队友 女体太远了 而且清光影还在加 不过这一波香锅真的是大心脏好吧 这里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真的 没关系 就是你要现在想跟我发育 我乐意奋陪好吧 是的 我这边继续发育 然后等清光影做到打团装 因为其实他前期都是带线装 对 等他打团装 学员手已经有了 对我打团装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跟团队跑了 而且现在远古龙已经刷新 现在实际能来到37分钟 从时间点上来说 已经完全来到了RNG阵容的强势区 女体也有电刀了 现在也是一样 等着小虎的 女体现在已经接近六成装 小虎的这个电刀做出来 那就真的是双C位成型了 但是说实话 我们看从装备上来看 MVP这里真的是很拼 直到这个阵容拖不住的 这边要打楼 要拖到楼 他们都是不是很快啊 这波要小心啊 招出来了 你还敢打吗 还敢打吗 这波要击皮了 这波要拼了 决一四战 不止一四就是我 就是我 直中拿到了 这边的话 博比看一个打团 直接散一会给你打残 小虎还没有阵亡 但上方已经倒地了 你已经要拉扯一下 你已经拉扯一下 这边清光影响 一脚是剃得对方的直中 但是现在这边还没有死 这波是一换一 两边打一个互换 但是MVP拿到了大楼 哇 这一波拿到大楼 还很伤得 因为飞机这一波 不得不说是什么 辛勒拉做得好 他第一时间灌大 把飞机也灌到没有战斗力了 因为飞机没有吸血 对 这一波真的是 这波远古龙感觉 远古龙应该打不了吧 应该打不了 你这边远古龙有点过分了 这一波要早点站位 早点站位 这个远古龙是不能放的 而且我觉得刚才MVP 有一点做得真的漂亮 他们的前后排太分明了 刚才你看女警 女警和飞机 只能点到这个波比 我觉得就刚才RNG的双C位 有点点分散 就一个被辛勒拉灌大之后 这一波不能在这里 刚刚明可以回家去 对对对对 这波要回家补充一下状态的 然后再集合到远古龙圈 哇 刚才这一波真的是有点可惜 最后是没有能够抢到这条龙 小虎在这里阴你一套 但其实小虎现在打这种 打前排是不够伤害的 小虎这边是直接做了个水银刀 自剑套 这一波远古龙很关键 这波远古龙是千万不能被对方拿下来的 对 这一波可能是一个 要决于死战了 要决于死战了 40分钟了 40分钟的局 这一波不管你怎么样 如果这一波打输了的话 呃 再加上对面有大了吗 我觉得女警要率先落位 先点两枪 占点便宜 哎 这边看几个大了 开掉了 但我说实话 这一波的话RNG正面打成 正面打成应该是有优势的 RNG要是 占线多 RNG现在有四个占线 要占地形啊 先把地形夹子先布起来 不要第二时间再进场 像远古龙那个团的话 女警把夹子是可以直接封锁一条路的 是的 对 现在要先把地形站起来 女警去了 女警去了 直接封锁到了这边 蓝牌服左侧的位置 对 这边是 而且留了两个夹子吧 应该啊 留了一个 右边的谁也抢到 然后左边路上 是不是要直接开这个龙 可以直接开远古龙 但上路的兵线有点差 哇 上路的兵线很差 上路的兵线怎么这么差 这波要阴人 这边上来直接要干谁 波比 波比不好干啊 没有机会 诶 正面 正面 这边其他空已经打通了 上路的兵线太差了 但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去分身 不能去分身去上路 要强打了 要强打了 来不及了 必须要强打了 可以打了 这个时候直接开打 但是这一切暴露到MVP的视野之下 没关系 你来就跟你战 这波夹子放的还可以 这波夹子放的还可以 清光你在错意 打得很快 五千血 四千血 波比要过去捶人了 可以打了 有了有了有了 拉下 但是明这边吃了一个大量 没有关系死不了 这几个三环 这几个三环 没关系 ADD 四千血 给我打 伤害很高 不要跟我装 ADD 这边有点残 这个几个三环 大招 大招 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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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C输出 双C输出占优势 这边又只推到两个人 一个棒棒 小鞋来 差一枪 就差一枪 太可惜了 就差一枪 当时如果Lite Me 把大招开出来就喘灭了 Lite Me 真的这几波团战 我觉得Lite Me 接下来几波团战 不要再用小技能去进场了 下一波如果Lite Me 有闪现的话 闪现进场 其实刚刚那波也不能怪他 他没闪现 对 不能怪他 关键是这个只能说说波比 他真的是 波比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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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比选出来 他团战的效果 确实抗得Lite M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拿下了远古龙之后 其实第一时间 在整个的血量上面 而且关键明把这个大招给吃了 自己血量还好 波比和洛 这波是白被打得很多血 直接过墙 进场 直接被怼墙 这波也不能怪Lite Me Lite Me 真的没办法 就只能说他的减控还不够 我觉得Lite Me 也出个水银 我觉得是可以的 真的可以 这两波有水银是直接收割了 对 我觉得真的可以出个水银 刚才双CV速度 那个血量太安全了 而且他开大招的话 对面第一时间都不会激活他们双 后面后盘 对 说实话Lite Me 这把真的被针对到 已经头都要炸了 只要Lite Me进场 空中直接怼墙 后面的控制衔接非常的到位 这边只要Lite Me 能放一个好大 双CV的伤害 对方是根本挡不住的 而且刚才Lite Me 其实来的稍微有点晚 如果第一时间 因为第一时间的话 MVP是把所有控制能打空了的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RG的双CV伤害真的爆炸 即便你是一个波比 两枪就直接要你命的 雨景这波的话 应该是要有水银刀 水银刀了 雨景很肥很肥 这边小虎也是接近六分钟了 如果打六分钟的话 我觉得RNG的优势还是有一点的 对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MVP其实队伍打得真的很好 而且你看到 他选了一个中前期的阵容 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团队打成这样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卡马有相夺了 这个时候打团的话 对双C提升特别高 是的 是的 他们两个双吹最后都有火炮 你知道吗 火炮这个装备就是比如说 飞机我有个炸药包 我移速很快 我飞过去点一下你CV 抱个机你受不了 对 现在我觉得RNG打的是阵容优势 对面打的是团队配合 对 这几波团队配合不得不说MVP做得很好 是的 但是只要有一波给Let Me这种 秦昂影这波回家给装备了 带到机会 就可以要他命啊 真的是只要给一波机会就可以了 秦昂影不做春歌吗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两波 有一件春歌的话应该也好打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学手这个装备 其实现在对于 不厉害 没有春歌这个装备收益高 就不认识 学手的话你还是在被打 春歌的话我能歇一些 我感觉他这个学手就是想吃新的拉大的 但是其实来讲 新的拉不会大场 还是没啥用 我觉得还是春歌 蓝盾这样的装备更扎实一点 主要是春歌这个装备打完了以后 其实他过来怎么招那个大招也能开出 对 现在不是硬过就给你换命 不是血量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这个命方 是的 看看这边RNG 不过这两波MVP的打大龙 其实他们都没有拿到东西 你看打了两条大龙 居然RNG的卡都在 但是我们 这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站在RNG角度上去考虑的 对 就如果说我们两边支持都会换一下 其实这两条大龙MVP打的真的好 如果你不拿被RNG拿了 你就更守不住了 对不对 这两条大龙 呃 在阵容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MVP的战术的选择上非常不错 他们知道这个大龙不能 他们知道 两波都是什么 都是拼了拼打的 对 他在想给你们这种阵容 再拿个大龙MVP 那我的卡还要不要了 大龙又要刷新了 这一场比赛 就旷式对决好吧 哈哈 这边出了两个省运 但是 说实话 你看飞机飞机没有穿透装 打这个波比不是很疼 现在波比会不会成个大boss啊 不会不会 还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波比其实肉不住 死得很快的 刚才双C工具一人点了他半秒钟 刚才我们有五龙buff啊 刚才我们有远古龙buff啊 其实伤害孩子不够 因为只要有穿透的话 他就是肉不住的 对 这边的话大青女是有的 但飞机就很尴尬 你说他出什么穿透呢 对不对 他是个混合伤害 飞机其实主要的偷射位比较厉害 对 依靠火炮那个高射程 然后A一下就受不了 是的 这边在眼下 这一波蹲的话要小心一点 这波应该是知道这个 知道了 对 带线但大龙要好了 这一波可以集合了 哎 中路波比不在 看一下要不要集合过来 集合过来大龙这里搞点事情 而且在后期 其实现在女警后期 除了她手长的优势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夹子震 对夹子震 太可怕了在后期 而且现在爱希那个大刀是没什么用了 因为大家关键的C位都有水赢 对 现在我觉得RNG要主动战场啊 主动先把大龙的这个场地先占 这一波兵线带的不错 RNG赶紧把三路兵线处理一下 不能让自己在兵线上有压力 这一波过来要不要偷点一下 其实刚才V4闪现点的一下 差一点就没暴头 没暴机 他暴机就死了 他第二枪是暴头 那一枪也没有出暴机 他BUS的几率不暴机的话 就只能说脸比较暴 现在中路的兵线控制好 上路 两个人在偷吗 打两下 周董看一下自己的厚度 我很肉 现在可以在大龙处搞事情了 我觉得 但是他们现在缺乏一个 远距离开团的手段 这边也要小心 因为视野上并不占优势 现在他远距离开起来 如果被开到C位的话 RNG的C位也很脆 是的 一定要小心 插一下 我感觉啊 那个MVP现在不会 对他们的C位有想法 可能会搞一下这个 前排的桶子啊什么的 对 九桶其实他们现在还是能秒的 因为九桶其实不够肉 而且现在还有啊 就是青刚颖 其实这首波比 我觉得真的班皮革拿得好 就你青刚颖 你能单杀掉波比吗 不能 波比也不想单杀你 我就守我的塔 你单单给我没为力 说实话波比的作品大于小火 哇小火学来有点 这边打了一枪 偷C位 偷了一枪 继续点 继续点 女体这边伤害非常的可怕 这边的二塔拿下来 飞机这一波回家是要客药了 炸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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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炸药包 没有炸药包 还没有 要等 要等 先吃一个分动合集 现在的话 我觉得在大龙处要找点事情了 因为现在都是六神装了 没有必要再拖了 要结束比赛了 这边的话 可可能需要一个契机 这波飞机捡你萨药包 是绝对要搞事了 因为现在没有 现在装备已经够了 终于上 我们拖到了六神装 而且上单 哎 上单这里是不是要补个春歌啊 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学手换春歌 学手换春歌 但是要等六神之后 不过时间点有点晚 其实我觉得现在春歌什么厉害 第三剑出的时候很厉害 对 前期出特别猛 是递换你一个C位的 这边可以打大龙 我讲真的 这样拖下去的话 其实也长得多了 给力克加速 这波要秒龙 这波投大龙其实有点快 这波要秒龙的 这个飞机有炸药包 哎 这边打了一枪 可以了一枪 漂亮 哇 直中打残了 这直中不敢过来的 他只有一个落地 有打一枪 再打一枪就死了 没表掉 有没有视野 正初抢一下大招大招 有了 七八拳 麻达成功 拿到了一条大龙 而且这一波真是小虎 还在那边 这一波有了 这里大招太关键了 麻达成功一闪 但是没有大招 有点可惜 继续追 继续追 差一枪 全是残血 这波可以推高地 可以推高地 直接顶着上都可以 直接推 说实话 这MVP打团的牵扯 真的做得好 这路应该是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终于是破路了 等了好久啊 我只能说这波小虎打得太好了 小虎打得太好 一个人牵制住对方三个人 对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 再对吧 多点一下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能秒到一到两个人 就直接一波了 配合大龙buff 但这一波不急好吧 我回去再做整顿 有中路超级兵的牵扯 我们可以来一波双龙会 这一波的话已经把优势完全打大了 哇 九统这一波回家出了一个护币 他要做中亚 这个人要做中亚 哈哈哈 他可能想静下拳手按个精神 我觉得这个中亚没什么错 因为后面 学手换春歌了 学手换春歌了 小虎你看这一波打得真的好 他一个人抗托对方三个人 而且是大心脏 小虎把对方打野给打残了 这个打野不打残的话 其实这个大龙不好打的 这一波过去又点了一炮 这一波如果放的不是Q 是一个普攻的话 必样的就死了 怎么骂人呢 啊 必样的必样的 必样的 这边看一下 Maha这一波的话 这个锤子说什么 真的是被ADD给救了 ADD这场比赛虽然死了很多 但是他表现真的好 是的 他牵制作用上单是比 来什么要来得有作用呢 而且这一下哇 真的是捏得好死啊 这些韩国选手 真的死一个就有了 这些韩国选手捏得真的死了 死一个就一波了 根本守不住 一个C位根本守不住的 对 但是这一边的话可以卷土重来 春歌也有了 绿甲也有了 这一波是Arny最强势的一波 全部六神歌 而且飞机有闪现 这一波飞机有闪现 好 这波希望RNC稳住 不要急 稳住 没有晕浪 不要输 这波我们就得赢 不要犯失物就可以了 不要犯失物 这波高地有了 小虎顶在最前面 高地他已经破了 水晶也要破了 这边慢慢是想开 大家距离 只要CV回下来就可以了 CV上很高 漫龙跌倒了 落差一枪 小虎拿到了源头 而且小虎波比没有在这边 没有 没有 其他几个人翻身没有 夹着放后还可以继续推 对的 这边又是一把普攻 小虎做得很不错 小虎冲了上去 小虎的飞机 等一下 这边小鲤 这个时候往上路走 不要小心波比的让后 小心波比的让后 歪抱是用一个水晶的 没关系 没有晕 那波比 杀波比 这边的话前面靠住 爱琴的上海 全部打在马拉上过身上 没有关系 飞机的上海 可不可以把对方的上次打破 三路了 三路 靠近台近有了 沿街眼破了 有了 三路全破 这波先回答 这波先回答冷静 三路全破 还没掉 还没掉 掉了 全是半个 这波RG真的冷静 回家补一个方便 补局RG已经很冷静了 这个直接回答不要水 然后再来给你吹 对不对 圆谷锦伦要刷了现在 打圆谷龙 已经刷了 打圆谷龙是最稳的 但是ADD刚才那一发传送 还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人这个上台 这波真热 刚刚那波看到了 那波其实应该看到了 看到了 这波圆谷龙再有三路高地 再加圆谷龙buff加成 这都能说我就不信了 回家回家 RNG LPL距离胜利只差一步 这边夹子震撼在对方的高地 现在只差两座防御他 只差两个门牙一个基地了 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一下心态 我感觉我们也要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一下心态 我心态有点 我心态有点 我心态有点炸 这里的话 莱泽米的春哥还没有掉 很关键 莱泽米春哥没有掉 九总这波回家 还是没有能够做出 这波回家中亚有没有 中亚中亚 中亚好像还没有出 中亚出不出无所谓 这波回家应该有了 因为拿了很多塔 有了有了有了 中亚救赎鸟盾 春哥全部都在 都在准备的准备当中 而且配合每一路两个的超级兵 我觉得马拉香哥这个中亚 主要还是想在对方泉水开的 我也这么觉得 是吧 应该实战来讲没啥大的意义 是的 就主要还是想在泉水骚一下的 但这边还是要稳住啊 现在是 等一下这波我们看一下张远师技能 张远师技能的话 C位Y4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我觉得Y4没有闪现还是可以保护的 能接受吧 西勒拉没有闪现 但是我们有远古龙啊 这个远古龙还是要利用好 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这边配合三路兵线往里走的 都只要等自己家的兵线到了 然后你把夹子放好 不 把三路兵线都带到高队下 然后女警放夹子等着和你打夹 对 我不和你打夹 慢慢摸他 慢慢摸他 因为两个C位有火炮 我只要A一下他 A一下就转一下 而且现在只需要小心两个人 一个是波比 一个是 一个是西勒拉 对 你没推了我过来点一下 可以吗 小虎这边是可以推的 放你一下 这边继续来 有扇打的意 慢慢点我不急 放着 A的进场了 先打前排 还可以 这边不要着急 可以了 这边新的推了一下 没这边 可以 但是这边青钢引 全都被卖了 扇子把他倒了 这一波要小心啊 这边过来一个B2的 他以前点死他 双随便还健在 你敢进的人一步吗 这一波他会回去趁机摸塔卡 这波可以趁机摸塔 摸塔摸塔 摸塔摸塔 可以摸可以摸 但是这波得走了 再点两枪 再点两枪 占尽一下便宜 这波得走 就是水晶火轮 这波还是要走 不能练战 哇 这波真的不能练战 这边春哥能卖吗 春哥卖了 再继续换血手 哇 这一波没有打下来挺伤的 我说实话 这个队伍真的不弱 太坚弱了 其实我说就是打前排就可以了 刚才我觉得莱特密不要着急 不用止 我们就打他的前排 对对对 我们打前排的能力比对方强一万倍 这波回家现在状态 我们有远古龙buff 而且艾西现在已经卖鞋了 卖鞋了 他现在手加他不需要鞋了 对他不需要鞋了 这波波贝斯没办法了 只能强开 但这一波大招 没有把那个星沙拉炸走 这波其实开的还不错吧 我觉得 但是莱特密扛不住啊 大招给过去以后直接被秒 扛不住 对方的伤害也很高的 也很高 现在不能犯错呀 不要冲动 现在虽然距离胜利只差一步 但是现在千万切记不要冲动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我也冷静一下 优势其实还是很大的 对有优势有优势 但是中轮水晶刚刚复活 而且这种情况之下 对面五个人抱团 我们看到他们对于阵容的这种 保护和牵扯做的真的不错 而且这边飞机 飞机要小心 不还好有两个进化 应该 看到了 这波还好 小虎有两个进化 应该不会死 大龙还有十秒钟 可以打大龙 这一波的话 中轮的水晶已经复活了 几秒龙就可以了 远古龙buff 如果换成大龙buff的话 MVP应该就没了 对因为他们守住兵 我不打你 我就只让兵进去 给他提供buff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补成了五个 杂子阵连起来 这波MVP必须得出来打 这波给RNG拿大龙 MVP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的 MVP也在殊死一搏 他们也没有放弃 RNG这边更不可能掉进行 这波能不能让小 让莱特命去偷一下 对啊 其实上下两度的兵线 都在给压力 这波我觉得直接让莱特命去 传送过去TP TP过去偷家怎么样 可以啊 但是波比已经提前回家了 AD这边也要回了 这边两个超级兵 在拆对方的萌牙 这波要回去开大龙 这波要回去开大龙 对方要走了 只要走就能打大龙 但是只回去一个 看到一个人的话 这波要不要打龙 这边包扎下来 要打了要打了 要打了 打得非常的快 这边要小心落得开团 要小心蜘蛛的抢楼 有了有了有了 大龙有了 差一枪 打压 打了有有有 别着急 直播来到面给骑回去 我一家 漂亮这波很明信 对 其他人留住他们 飞机人 飞机留他 拆很快很快 可以直接碰上 有了有了有了 要赢了 拆得很快 这波有了 哇 这波签字很nice 我们是冠军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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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1 最后冠军是我们LPL 对 真的 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现场的观众 弹幕上的观众 网络前的观众 告诉我们谁是冠军 哇 终于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赛制上面 LPL利用集体的力量 在最后一局 用了一个 说实话稳到不行的阵容 终于是拿下了 我觉得这参加给我的感觉 你们听到什么吧 就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置之死地啊 后生 是 就前面两天我们表现那时候已经糟糕了 就 欲扬先逸 不管怎么样 所有跟LPL有关的人一起挺住了 一起挺了过来 但是真的好遗憾我们又在现场 对 我们现在并不在现场 那天想让我会舞国旗的人没机会了 其实 我们现在正大广场 其实真的每次我们去现场感觉碰到韩国解说都低人一头 但是这次扬眉吐气 真的可惜就不在现场 可惜不在现场 可惜不在现场 要不然可以跳舞什么的 对可以跳舞啊什么的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 我们赛区经历过巅峰也颠落过敌骨 我们饱受质疑也曾自我怀疑 但是也就在哪怕就在昨天的时候 都在 所有人都在说我们将会在今天的决赛上面0比3 但是所有LCK的教练都说我们会被0比3 但是我们这一轮可以看结果了 虽然我是一个注重过程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就看下结果 今天 LPL终于在官方赛事上面再次拿下了一次冠军 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冠军 这不是做梦吧 而且是 我打你吧 而且我们是什么 我们这两场比赛的胜利 最后一场比赛我觉得就好像KT在面对OMG里一样 我们的RG选择了一套这样的打法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是的 然后在第1、2场比赛里面 我们是用LPL的方式赢下了比赛 打得非常有血性 就第1、2场是拼下来的 拼下来的 第3场的话我们既不容忍甘拜下风 但是第4场我们是稳下来的 对 而且现在我不要跟我 就我现在谁跟我说什么 这是BO1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说我就直接动手打谁了好吧 这就是拿了冠军了 我觉得这个冠军真的属于4个队伍的荣耀 属于4个队伍的荣耀 属于4个队伍的荣耀 属于整个LPL太区的荣耀 在最后GD爆掉的前一刻 我真的不敢断言RNG RNG能拿下这场比赛 传送过去我都不敢断言 因为其实整个比赛就是 因为就一波团的事 就一波团的事情 但是最后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所有比赛打下来 4支LCK的队伍 MVP是给我感觉表现的最好的 然后是KT 我觉得KTMVP也误开 但是毕竟KT是顺风局队 对对对 逆风局打成这样的队伍 哇 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 今天是SKT时那个阵容也是 刚打后期 那现场要颁奖了好吗 我们先不多BB了 看一下RPL 冠军令塔台上等你 冠军令塔台上等你 冠军令塔上跟我们的LPL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当然了 紧接着我们马上就要来 进行我们今天的颁奖仪式 在这边邀请到我们的颁奖贵宾 首先邀邀请到的是我们的RIDE GAMES 台湾与东南亚区电竞与行销总监 Cody Chan 掌声欢迎Cody 欢迎 同时呢 也要欢迎的是我们RIDE GAMES 台湾与东南亚区总经理Wen Lee 掌声欢迎Wen 好的 现在请我们两位呢 把我们奖这个亚洲最强的奖杯 颁奖给我们的LPL 好 现在来自于我们LPL的四个战队呢 都在我们的掌台上呢 已经一致的排开 那现在请我们的所有的选手 看一下我们中间镜头好吗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中间镜头 好 稍微往右边看一点 也同时看一下我们的左边这边 来帮我们高举我们的奖杯好吗 来 恭喜获得我们的亚洲最强奉号 恭喜我们的LPL 获得亚洲最强冠军王者 好的 请我们所有的听朋友帮我来捕捉一下 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课 好的 那我们最后的五秒钟 最后五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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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总决赛 已经打下了令人非常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的时间也可能要来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来访问一下我们所有的选手 对于我们整个比赛过程的心情 还有现在到底敢想怎么样呢 东哥 好的 再次感谢安娜 我们也把掌声再次送给LPL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赛后的一个访问时刻了 Miko 那么先来问一下 从塔拉哈西的五战蜂王 到今天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享受荣耀 你觉得作为一名职业选手 此时此刻 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成长和帮助是什么 就这次的话 LPL赛区大家一起努力 就是大家各种交流 就一起 大家一起帮助吧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一次来打肌肉赛 就是学习到的 这次压力非常大 那么此时此刻的话 现在身边站了很多你的兄弟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现在站在这个享受荣耀的时刻 就 谢谢大家 今天打得也特别好 好 好的 感谢Miko 我们接下来的话 要访一下咱们RNG的虎掌门了 哇 小虎 那我真的 第一个问题啊 也是所有LPL的这些观众们 都要问你的问题的 为什么队伍总是能在 关键的时刻 站出来 获得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很简单吧 因为我们队伍每个人都特别想赢 那这次的话 整个的亚洲对抗赛和其他也是非常强劲的两大赛区 LCK和LMS进行了对抗之后 你感觉最大的收获和对于整个LPL 来说这样的帮助是什么 说获的话 我就觉得可能三个赛区就没什么太大差距吧 也看到了LPL的希望 我也觉得我们LPL可以变得更强 好的 这边我们来受访的对象是WE的康迪 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E的打野康迪 康迪 今天打野风格非常详悍 就算是遇到了SKT 还是硬式带起的节奏 今天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迎战呢 今天我们队就是抱着必胜的决心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想问一下 这一次参加了这个亚洲对抗赛 然后拿到了赛区的冠军 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次的冠军 是我们四个队共同努力来得来的吧 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所以才会拿下这个冠军 同时非常谢谢其他三个队 以及我另外的四个队友 是的 赛区非常团结 那我们这边也谢谢WE 马上把我们画面交给我们的预算 好的 现在呢 在我身边站到的就是OMG的教练了 我相信今天 他们一定是非常大压力的 现在想问问教练 今天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有什么想说的吗 虽然我们是唯一输掉的一直队伍 但是既然整个赛区能够获得这个荣誉 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开心 但其实我很想知道 现在OMG所有队人心情会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压力肯定有 但是更多的是喜悦吧 毕竟我们是作为一个赛区 能够得了这场比赛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希望能够更加进步 确实我相信呢 经过这一次 LPL拟成了一股神 能够一起齐心协力 拿到这一次 亚洲对抗赛的冠军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会支持 这四支队伍的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让我们交还给现场的主持人 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主持人的访问 也再一次把掌声 收给我们的LPL 恭喜他们获得我们的 亚洲这一项冠军王者 好的 同时也谢谢我们LCK以及LMS 在这几天我们大家来打出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那当然同时呢 也要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还有我们的赞助单位 让我们呢 在这四天呢 可以在高雄展览馆呢 可以有一个这么盛大的国际赛事 那当然呢 再一次把所有的掌声 送给我们幸福的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自己一个掌声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召唤师的配合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的收看 那我们的2017 亚洲对抗赛在这边正式宣告落幕 那接下来请大家呢 可以去关注我们的LMS LCK 以及LPL的所有的阵队 以及选手们Risk Rivals 周级星列赛亚洲对抗赛 我们明年见 我休息在那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辛苦了 前方的工作人员 这个前面的事已经解决完了 现在该解决我们自己的事了 对吧 然后自己有什么事吧 所有现场的观众呢 等会可以在退场的门口那里 领取一件我们的主级T恤 对吧 这是 这是我们刚才导播告诉我们的 这个 大家可以等会可以在我们门口去领取 感谢大家和我们在现场见证的这一刻 虽然不是在高雄的现场 但我们在上海 上海 这个LPL常规赛的比赛场地 对 还是有意义的 还是有意义的 也希望大家以后还是多来看我们LPL 就在这个场地 我觉得 经过今天这一战嘛 其实我们LPL还是想要得到跟大家更多的关注 对 然后当然我们也要借交借造 因为这个BO5是每一个BO1组成的 我们还是为了全力准备S7 我说实话 这场比赛让我想到了什么 嗯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看得很高了 是从那年的MSI 对 是S5那年的MSI 就S5那年是爆炸 然后站的越高掉的越惨 掉了惨之后 我们现在重新思考 不怕摔了 不怕摔了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以一个低姿态 然后去学习 我们一直在进步 而且我们现在无所畏惧 对 看到刚才接受采访的几个队伍 他们表现出那种自信 我觉得两年 值了 真的两年多 真的 真的 我就很难想到 我们有这样一天能解说到 就是 啊不想拿冠军了 就适合 啊不想加油 啊 反正也谢谢大家观众的一个 就是支持的代表 没事没事 嗯 嗯 其实我跟妈真的没有想到哪天能能在今年到来吧 因为其实这两年我们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啊这种怀疑什么的 不是只能这么说吧 嗯 嗯 解说这个位置四年了 呃 解说了很多世界赛的决赛 呃 解说了很多LPL队伍和其他队伍去打世界赛的决赛 赢的是第一次 对包括微笑我觉得你拿过世界冠军 你今天看到LPL夺冠 我觉得你肯定心里也是 就那种感觉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吧 嗯 我怎么说呢 其实我的话 我看到他们打的话 其实怎么说 我是一个也很喜欢那个舞台的人 嗯 其实我特别特别羡慕他们能够代表国外域打比赛 嗯 因为那个是中国的最高水平啊 我觉得他们能够夺冠的话 就一直 我其实我们现在今年这两年吧 不管是国外质疑我们LPL赛区 包括我们国内自己都在质疑自己是 可能上前两年说的外卡赛区 其实大家都不说我都 我都不看论坛的 我都知道别人都已经这么说了 是 其实我心里特别难受 你知道吗 他那么大的时候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 我就特别特别着急 嗯 我就说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我们就打成这样了 但是就从这两天的表现吧 我真的觉得 他们 进步太多了 就感觉他们团结在一起了 之前那时候在各玩各的玩得很散 现在两天我感觉到他们不是团结在一起了 大家每个队伍都想去拿冠军 都为了这冠军去努力 可能说 我可能也没有对你接受 但其实只能羡慕羡慕他们吧 然后 没关系当解说 当解说证明了吧 是吧 也见证了这一刻了 今天比赛其实真的挺爽的 对吧 对 那不管怎么说 还是那句话 根据之前的一些经验教训吧 拿了以后冠军已经是过去式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下周 给大家预告一下 下周的LPL 将会去拿几场比赛 我来看一下 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板子 下一周 LPL将会从周四开始 然后周四是两场比赛 嗯 刚才听到我们导播后台报 好像是京东队谁来着 刚才没有记太清楚 是好像是IM我记得 是的 那下周四我们来看一下 在下周四当中 也就是7月13号下午的5点钟 老根捏对阵蛋 然后是京东给蜜 对阵艾妹 这难兄难弟两兄弟吧 这个京东给蜜和艾妹 这两支队伍的话 现在在整个的RPL当中 是属于比较战绩偏差的队伍 然后老根捏和蛋 老根捏在这个赛季 是有机会去打的 但是蛋战队 大家都说嘛 他们感觉已经是超过了 就是第一波那种冲劲 然后不知道这场面对 现在比较状态不错的 老根捏会打个什么样子 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冠军我觉得 对于我们赛区来说 真的意义很重大 我们这样 最低谷的时候吧 我觉得 好吧 我拿了冠军之后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能 从这个冠军 不仅是拿了冠军 大家可以得到喜悦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从别的赛区 真的可以学习 太多太多东西了 真的LMS赛区 我们之前一直都认为 LMS赛区是一个 不是很强大的赛区 但是在这一次比赛中 我们看到LMS赛区 把我们逼到了什么 第五局 对不对 真的是逼到第五局 战胜了像我们这边 很多的强队 然后包括他们在和 LCK的队伍去交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 战胜了强大的三星 让我们知道 其实现在LPL 整个的英雄联盟吧 发展到现在第七个赛系的 已经没有弱旅了 对 包括之前我们看欧洲赛 欧洲赛在几届的S系列赛上 表现都玩压北美 对 然后在这一次的洲际赛上面 北美 NA大于CU 那个EU 大家也看到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比赛会变得越来越来越好看 大家水平在接近 对 我觉得比赛的悬念也会越来越大 是的 这个冠军我觉得是给我们 能够正视自己 提升自己的信心 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是的 我觉得我们有能力去拿这个冠军 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是后面再说吧 我觉得对于LPL来说 稳住 然后不交不躁 现在我们看过最高处的风景 也经历过最低谷的那种折磨 对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LPL说不定才会慢慢的开始走向成熟 是的 可能就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而且就像之前说的 像WE和OMG 两支队伍长期阵容的稳定性 带领他们在世界赛上面 有精彩的表现 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俱乐部 更多的战队 开始注重人员的磨合和新人的培养 而不是在一昧的像 一些韩国选手 或者说一些高分的 直接买过来这种明星选手的 这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WE跟OMG 确实给很多俱乐部树立了榜样 我觉得今天他们的成功 包括你看WE在昨天 包括OMG在小组赛 包括在淘汰赛的表现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包括还有RNG的全华班 对吧 事实是证明了什么 全华班没有问题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个联赛在成长过程当中 走错路不可怕 而是可怕的是 我们永远找不到正确的路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已经看到了正确的路标了 我们正在走在这条路上 继续努力吧 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很长的路要走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是的 我们怎么说呢 一直是一个 我们不是低姿态 而是在于 我们要学习别人强悍的点 然后发扬自己优势的点 在一次一次的大型的比赛当中 去证明自己 去学习 不能 就真的不能每一次大型赛事参加完之后 马上就是战队的一个大换血 对 或者说是对于整个人员的一个更替吧 我觉得 那微笑应该是很有 我觉得你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就一个俱乐部里面 一个战队内部的氛围 他们的成员稳定 到底需要有多重要 就是说如果说 打个比方一个队伍吧 就是可能说你觉得这几个人都很强 但是如果说一个队伍 大家比如说 我们都是几个比较有名的选手 但是 对我之前可能队员之前有那种不信任 或者说心中有芥蒂 这样的话会很影响 选手的发挥的 对 就你觉得我不服你 你也不服我 这对团队很影响 是的 但是如果说五个人的话 心中比较团结的话 就可能会发挥出那种 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 就是五个人不管怎么样 至少心是一个整体 对对对 就是团结这个东西 真的在很多 很重要 包括这次LPL 我觉得四支队伍在台上 刚才的表现也特别的团结 每一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 这是我们四支队伍的胜利 是的 这种团结枪口一致对外 我觉得在这次即将到来的S7吧 因为是全程在中国举办 这希望LPL的队伍 不管你是代表LPL出战 还是没有代表LPL出战 还是你已经被淘汰了 还是你以实力比变强 我觉得互相之间 都是要有更多的帮助 但不管怎么说 LPL还在继续 下周四晚上的下午的五点钟 LPL将会带来新一组的对抗 那么夏季赛最终也将会决逐出 谁能够代表LPL征战S7 那我们到时候再见 各位观众晚安 大家晚安 下周见 拜拜